好 那老師剛剛有特別提醒大家 就是我們還是要看 對 那新台幣的話最近 隨著日圓跟韓圓的話都非常弱勢嘛 那過去不是很多人說日本會 所謂貨幣正常化嗎 哪會不正常化 我一直跟各位講 日本大概最多就是零利利而已嘛 那其實你如果看日本 日本的股市最近也回檔修正嘛 對 但是你看巴菲特最近不是花了 2633億的 發行日圓債 公司債嗎 嗯 那他在 應該是2019年嘛 大概發行了4300億嘛 那巴菲特準備要進場了 對 巴菲特應該他進場 你跟著他就對了嘛 所以我認為 這是漲多回檔修正嘛 那 日經主是一樣 那台股也是一樣啊 嗯 這也是很正常的 不用 不用那麼恐懼 我一直在跟各位講 Q一手 創造出來的錢 再透過貨幣層數 連 美國的央行 連準會 他也不知道 市場上有多少錢 所以現在才會發生 所謂的美國經濟數據 都非常好看的原因之一啊 所以 你看巴菲特又開始要籌措資金 買日股的 有什麼好可怕的 對啊 日經主是漲 台股會不會漲 當然也會漲啊 老師我大概理解您的意思呢 那第一個意思就是說 其實呢 日經是一度是四萬點以上 那最近有回檔 回到三萬七千點附近 所以老師的意思說 這裡只是一個多頭的修正 而不是反轉或者是空頭的來臨 對不對 沒有錯啊 其實多頭跟空頭 我最主要一直在強調市場有沒有錢 市場的錢真的是很多 只是我們沒有錢而已 就這樣而已 所以 我個人認為不要那麼驚慌啊 跌幾天 你說那一天盤中的跌一千點 但是跌停板有幾檔 沒有幾檔啊 那以前的話 過去的話只要大盤跌了兩百點 三百點 整個 我們的很多檔數都是跌停板 所以這個只是說 媒體一直在報導 我跌了一千點 是歷史以來最大的跌 不是跌毀啊 就是點數最大的 這個是創造所謂的恐懼嘛 大家都開始 驚慌失措了嘛 驚慌失措了之後就殺出去嘛 殺出去的話 籌碼就好嘛 籌碼好的時候就開始漲上來嘛 這些就開始後悔嘛 這個基本就是一直這樣寫 就這樣而已 好所以老師 其實對於台股日股的看法 其實都是多頭架構不便 那如果說手上有日股相關產品的人 不管是ETF或者是基金 老師也認為其實可以 持續的去扣款或者是加碼 對不對 對我認為日經跟印度 那大家齁 對於通膨大家有一個概念 最近的話 我們看到沿路料為什麼會漲 最主要是因為中國 現在自己又要想成為世界工廠嘛 又開始在生產很多包括鋼鐵等等 因為他大量的生產 但是國內消化不了嘛 所以他就要傾銷嘛 那拜登的話要嫌棘啊 你如果傾銷賣到美國很便宜 美國總統嫌棘的差不多的時候 過去世界工廠是中國 對 現在印度也是世界工廠 過去只有10億人在生產 未來是再加上印度是20億在生產 那過去我們在講說 印度不太可能接替中國 他們現在這10億的基礎建設好不好 非常棒 他們大幅成長 對 所以未來你說 未來會通膨嗎 其實那個弧度不會很大 為什麼 因為有兩個世界工廠 那這個生產出來的東西 當然美國那時候就不會特別課稅了嘛 所以這個粒粒雜碗都會往下降的 這個不用再擔心啦 所以我認為像日經或是印度的話 這個基金我個人認為你要長期投資 也是一個不錯的標的 之前我們主持人問我說 你要買基金要買什麼 我就跟大家講說 印度跟日經嘛 對 我現在看法沒有變啦 只是說要告訴各位說 將來是兩個世界工廠 那那個生產出來的東西一定會便宜 就只是未來幾年你會看得到的 好其實剛剛鄭老師講到印度 那當然我最近這幾年沒有去過印度 不過呢這個我的前老闆 謝金和謝社長呢 他們前一陣子去印度考察 我印象很深刻 他在他的專欄裡頭提到就是說 真的各方面的建設都是大幅成長 然後呢讓他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是 在機場的時候也是蠻擁色的一個情況 那表示當然就是人流物流金流都進去了 那現在呢也期待印度的基礎建設有機會呢 在這個有更完善的一個架構 好老師那拉回台股來講 其實呢這也是我們粉絲觀眾朋友敲碗問的 那剛好呢他的紅還是買在160 現在是呈現小葡萄牢的一個狀況 以今天的收盤是收在平盤收在143塊錢 老師認為有機會逆轉勝嗎 真的 喜歡剛剛分享的內容嗎 別忘了按讚訂閱並且開啟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超前部署的最新內容喔